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每天的时间都去了呢呢 不知道的话我可以分享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 每天只需打开手机点点点这些按钮 就能得到这样子的时间统计报告 这样你就不需要 欢迎来到FurryCoke程序妖精的秘密花园 这期我会教大家如何用Notion自动统计你每天的时间分布 实现你时间管理的第一步 我会先讲原理然后操作示范 要实现这个功能 我们只需要一个新database 一个template 一个你或许已经有了的database 和两个或者更多的butter 第一个database时间记录 顾名思义储存的是时间的记录 每一条记录代表一个时间段的即时 分类表示这个时间段做了什么 用结束时间减去开始时间计算出时长 连接到每日记录 就可以统计出像这样子的分类总时长 template永远是解放我们双手最好的朋友 设置好了默认的名称状态和时间 Notion就会帮我们自动填写这些资料 如果你看过这个教学系列的第一集 我相信你对每日记录应该不会陌生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 你可以点击画面中弹出的视频 或者查看描述栏里的链接 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原有的database中 新增这几个属性 拿到每天的时间记录 然后根据分类计算出总时长显示出来 点击分类计时button会自动生成一条设置好分类 并显示记录中的时间记录 然后自动找到今天的记录与之匹配 点击停止计时button会把正在记录中的时间记录状态 设置为以结束 并设置当前时间为结束时间 理论知识讲解完毕 现在示范如何操作 我们先新增一个page时间管理 用来存放时间记录和计时button 预留点空位待会放button 新增一个inline的database时间记录 新增select属性 名称改为分类 在里面加一些你平时会做的事情 假设你每天只吃饭睡觉打豆豆 那你可以加吃饭和打豆豆 新增status属性 名称改为状态 把这些状态改成中文的未开始 记录中 可以结束 新增date属性 名称改为开始时间 复制一个 名称改成结束时间 新增formula属性 名称改成时长分钟 公式就如图其名 直接用datesbetween计算它们的分钟差 新增relation属性 选择每日记录 选择show on每日记录 如果你还没有每日记录 可以看教学系列第一集里面的step1 先新增一个 点击new旁边的箭头 新增template 名称改为now 状态改为记录中 开始时间也改成now 记得把它设置为默认的模板 打开每日记录 新增formula属性 名称改为吃饭时长 公式方面 我们先设置一个fariable变量minute 取得时间记录里 分类为吃饭的时长分钟的总和 有值的话就显示成x小时和x分钟 小时的公式就是总分钟除以60 再加上floor函数下取整数 例如计算出来的是2.66小时 用floor就可以拿到我们想要的2小时 剩下的部分就显示在分钟 分钟的公式是mini%60 计算的是总分钟除以60后的余数 如果没有值的话就不显示了 所以这里输入空白的字符 你可以按个人需要再新增几个分类的时长 回到时间管理 新增button吃饭计时 这个button要做的是新增时间记录 再把分类设置成吃饭 然后再找到每日记录中今天的记录 把这个新增的时间记录和它关联 新增button停止计时 它需要找到正在记录中的时间记录 然后把状态改成已结束 结束时间就填写为time trigger 好 到了测试效果的时间了 首先你要确保你的每日记录中有今天的记录 要不然匹配不到就显示不出当天分类的时长 因为我这边教学用的每日记录是没有今天的记录的 所以我就先手动新增一条 现在点击吃饭计时 再点击停止计时 应该能看到新增了一条时间记录 我们再点击吃饭计时和停止计时 新增第二条时间记录 当然因为我们点击这两个button的时间间隔 可能也就一秒 所以时长是零分钟 我们手动改一下结束时间 把时长弄长一点 回到每日记录 就能看到吃饭时长 这里显示的是两条时间记录时长的总和了 学会了或者学费了 都可以留言或淡路告诉我 除了视频中展示的案例 我有再延伸把时间记录 关联到了更多的database 来实现不同维度的时间管理 也开发了不同的计时方法 还能用图表具象化显示出来 对我来说 打败敌人的第一步 就是要了解敌人 如果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的时间消耗 是很难进行时间管理的 对以上案例感兴趣的话 评论区告诉我 我会准备相关的教学 怕错过任何更新可以先关注我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 Mateo 拜票党们 你们还没有给我一件三年呢 请问你刚才为什么要逃跑 我不逃 难道要等他跳那个什么鬼舞吗 喂喂 你礼貌吗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